准备来拆掉防御塔 被消耗了半血 杠将觉得自己又能行了 我反向走位 没想到 水有塞水有塞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沐鱼 上次水有塞 打圆哥 头吊给人捶爆了 这次果断拿出祝格梁 我要挽回一些颜面 半血上发出人格魅力 勾引两个大汉 下火蹲果然就上当了 太年轻了吧 不知道我还有险内猪的吗 三个人追杀杠将 留下墨爷放你一条圣路了 好家伙 我编戏反了 跑的是真的夸 观察小地图 韩信加白起 两个都到四级了 正面硬杆 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走到防御塔下面 哎呀 对我口臭攻击 这就有点过分了 走位堵个钩子 没有技能的白起 不是手刀擒来吗 脸上反复横跳 准备收死了 你不要和我开玩笑 我心脏不太好啊 之后我继续清理兵线 升到四级 这几个都跑不了 那经验条就是这么不争气 而且被动 全部跑到墨爷身上 这被动怎么和主人一个德心啊 令我分散了走位 躲过好多伤害 连波清理完兵线之后 哼 今天一个月别想走了 先送墨爷一朵桃花 走进草丛 为白起弹周一曲东风波 轻轻松松双杀到手 好的观众朋友们 本节两点 三个大汉来我野区大闹天空 先清理兵线 最重要的还是打出被动 再过来支援 这时候我们战斗力 就和三层楼那么高啊 韩信的血量 我觉得一个大招收不掉 那就稳一点 这不是有两个小脆皮吗 一顿操作猛如虎 身上的被动 数不胜数啊 出口成章 记下来记下来 韩信还在嘻嘻哈哈 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闪现东风波 街上大招 跳街舞都没有用了 看到静的走位 我就知道下猴敦要被刮杀了 骗出位移 这时候我们就站出来 啊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和我编戏法呢 不过问题不大 两个人的伤害 显然是不太够的 脸上仿佛横跳 你找谁说你去啊 双双把家还 诶 这一次你的恢复呢 继续开心清理兵线 终当的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 末野这一下 啪 快乐没有了 上路白起和曹操 真难道的对决 你们两个能出冷命吗 还是我来帮忙吧 曹操不用谢我 我叫白李守约 这局游戏 我和小粉丝 其实一直在语音聊天 不过声音怎么入不进去 本来想给你们听一下的 很有意思啊 问题也不大 马不停蹄跑出防御塔 喊信直呼内涵 你不要过来啊 追我干什么啊 诸葛亮也很委屈 后面白起在追我嘛 看到刚将墨也只有半血 我当场就来劲了 对不起 打扰了 这伤害就很离谱 现在的血量很不健康 随便来一个技能 我都扛不住 但没有关系啊 等待兵线过来 打出被动之后 假装撤退 差不多的时候 闪现过来看到下喉蹲的那一刻 我以为会被挡下大招 你这走位 就有点迷了吧 两边蠢蠢欲动 老套路先刷个被动 刚将墨也还在嘻嘻哈哈 我就是冲你来的呀 目标明确 眼神坚定 前面我们打得很不错 但一直忽略了一个细节 后翼没人管啊 配合白起的控制 伤害高的离谱 一秒十下 这也太能射了吧 原来是个金牌后翼 肯定是会玩的呀 局面立马翻了过来 但我完全不慌的 看我怎么秒杀对面 打出被动以后 闪现踩脚 街上东风波 连大招都不需要的 伤害就是这么高 咳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啊 那我们刚才看到 后翼五百五十块钱 这就说明很多问题了 真的厉害 连波和曹操用尽全身的力气 但双拳难敌四手啊 更何况还有十只手呢 美了呀 兄弟 视频都看完了 想必都是真爱吧 关注点赞 能给我非常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